2月21号 香港著名导演演员楚源去世 享年87岁 楚源曾与导演李汉翔 胡金泉 张彻被誉为四大帅 是香港武侠电影的开山鼻祖 其代表作由可怜天下父母心 72家房客 流星蝴蝶剑 楚刘香等 2018年 楚源获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与楚源导演相识多年的香港导演徐晓明回忆 自己自小就与楚源导演合作过电影作品 当时楚源清静随和的待人态度 以及专业独到的导演手法 给儿时的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 楚源导演我跟他是从小已经认识了 我小时候当童星的时间也拍过他的戏 还有跟萧芳芳当吕一号的一本紫色风雨夜 就是他当导演 我当小童星的时间 楚源导演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他对我小孩子特别亲和 他叫我们演戏等等的话 在往往都有他一个独特的手法 把我们的情绪带动出来的 成年后的徐晓明成为一名武行演员 与楚源在邵氏电影公司中再度相遇 出境邵氏 楚源就搭向了名头 他在1973年 以一部72家访客打破票房记录 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粤语片的右翼新风潮 他那个时间 就是邵氏公司个非常非常卖座的导演 不管他拍文戏拍武戏 还有他拍一些那些古装的武打戏等等 都是非常受到观众的欢迎 比如他拍一些喜剧72家房客 72家房客是广东那边的一个故事 他变成一个电影版以后呢 特别爱做 而呢 这引起了观众带起了一个喜剧的热潮 当时武装片的武打呀 功夫片的拳脚片是非常流行 可是只有他 自己有独特的那个方向 他的电影系列 替邵氏公司创了非常非常丰厚的票房 徐晓明说 有段时间武打片开始走下坡路 武行收入骤降 楚源导演总是想方设法为武行创造拍戏机会 帮助维持大家的生计 此后楚源从幕后走到台前 成为一名演员 他的友善随和也让业内人士大为赶佩 整个电视台跟他合作的那些行家呀 对他呢都非常非常的敬佩 他永远会带给剧组一个非常热闹的气氛 把所有的宽怒的气氛啊 都搞得大家工作很舒畅很自然 楚源先生给我的印象呢 是一个非常令我尊敬的一个导演 不管他在艺术方面的造诣成就 他为人 他带人研究坦诚 都值得我们敬佩学习的 楚源导演 愿你一路走好